大家好! 狮子山共和国 Republic of Sierra Leone 于2022年7月1日 发行了新版的货币利昂 Leone 进行重定面额 将原面额砍了三个零 发行1、2、5、10、20利昂 共五种面额 狮子山的第一次重定面额发生在1964年 当时将西非棒除以1.2 转换为利昂 这次将货币面额除以1000 从原利昂中删除三个零 这次就来介绍狮子山共和国最新版的钞票 狮子山利昂从2002年到2022年 三次的版本 除了防卫和钞票尺寸外 图案设计基本没有太大改变 这次除了面额去掉三个零 也多了一张面额20利昂 狮子山共和国2022年版利昂 共有一利昂、两利昂、五利昂、十利昂 20利昂、五种面额 由英国的纳罗印钞公司 TDLR、印制、狮子山中央银行发行 面额1利昂、宇宙版1000利昂等值 正面图案是 狮子山统帅、军事家 白布雷、白布雷、白布雷、国徽、木雕 背面图案是 卫星接收天线 白布雷、白布雷、是一个名为 Cassie的小酋长领地的统治者 该领地位于现在的狮子山北部省份 他于1898年在狮子山北部领导了 TAM和Logo起意反对英国统治 最后白布雷被迫投降 英国人对他给予极大的尊重 将他拘留 但在他被囚禁在自由城的阿森松镇期间 允许他享有一些人身自由 后来在黄金海岸流放了7年 英国人最终将白布雷带回狮子山 并恢复他作为Cassie酋长的地位 钞票中所使用的图像 其实是一个雕像 而不是画像或照片 在1960年代 白布雷唯一的图片是一名英国中尉 Henry Edward Green 在前往黄金海岸的图中 坐在一个箱子上画的素描 当时他被英国殖民者囚禁在那里 这张素描被刊登在伦敦公报中 狮子山的雕刻师们 开始根据格林的素描画 制作各种尺寸的白布雷雕像 并在市场上出售 1960年代的和平 对成员嘉丽 Derry 在狮子山国家博物馆任职时 委托当地一位雕塑家 Mr. Marsh 制作了白布雷的雕像 雕像也是根据这张素描所制作 完成后被展示在狮子山国家博物馆中 该雕像已成为白布雷公认的形象 2013年 对狮子山共和国充满热情的Gary 在eBay上发现并购买了白布雷的真实照片 狮子山中央银行也告知Gary 在新版钞票中将使用新图像 不过新版只抄发行后仍使用旧图像 Gary也在脸书上表达了他对使用这旧图像的失望 不过根据中央银行的说法 是不希望新的图像让人民对新版钞票产生更多的混乱 狮子山共和国国徽是由英国文章院设计 在196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授予狮子山共和国 面额两利昂 宇旧版2000利昂等值 正面图案是 狮子山政治家、民族主义者、华莱士约翰森、Isaac Theophilus Conor Wallace Johnson、货船和仓库、国徽 背面图案是 狮子山中央银行大厦 华莱士约翰森是狮子山和英属西非的工人领袖、记者、活动家和政治家 也是伦敦独立谈判的代表 自由城、Freetown 是狮子山共和国的首都、经济、文化中心 亦是该国的最大城市 位于大西洋岸边的自由城半岛 Freetown Peninsula 不仅是狮子山主要出口港口 更是西非最大的天然两港 其经济主要与港口有关 自由城主要工业包括钻石切割和食品工业 面额五利昂 宇旧版5000利昂等值 正面图案是 约瑟夫辛奎、Joseph Sink、老弗拉湾学院大楼 Old Fura Bay College Building、国徽 背面图案是 本布纳大坝、Bombina Dam 约瑟夫辛奎、Joseph Sink、又名Seng BP 他是门德的西非人 他在西班牙泛奴船La Amistad上 领导了许多非洲人的起义 在这艘船被美国税务局扣留后 Sink和他的非洲同胞最终因杀害船上的军官而受审 待案件被称为美国诉讼 这件事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在那里Sink和他的非洲同胞被发现 是通过非法的大西洋奴隶贸易 正当地捍卫自己免受奴役 并被释放 美国人帮助筹集资金返回非洲 Sink返回狮子山后的遭遇显为人知 老弗拉湾学院大楼 Bolt Fura Bay College Building 位于狮子山首都自由城的东部 弗拉湾学院于1827年开办 是廷巴克图 Tumbuktu大学 倒闭后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第一所高等学府 直到二战前 弗拉湾学院为想要获得大学学位的英国殖民地的西非人 提供了除欧洲和美国之外的唯一选择 原来的弗拉湾学院大楼一直在正常使用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时学院基于安全理由 暂时迁出自由城 战后成为狮子山政府铁路总部 后来在1980年成为地方法院 该建筑于1990年初停止使用 老弗拉湾学院建筑于1955年被定为国家纪念碑 本部那大坝 Bumbunadam 是位于狮子山汤格里里区本部那 Bumbina 附近的Silly河上的一座混凝土面堆石坝 距离首府自由城350公里 是该国地一座水利发电大坝 支持一座50兆瓦的发电站 面额10厘昂 宇旧版1万厘昂等值 正面图案是 一只口咸橄榄枝的和平哥 狮子山的国土轮廓 一面飘动的狮子山国旗 背面图案是 一棵巨大的木棉树 国灰 狮子山共和国国旗是一面自上而下 由绿 白 蓝 三道横条所组成的三色旗 纵横比例为2比3 绿色象征农业 代表了国内的自然资源和山脉 白色象征国家的团结和人民对正义的追求 蓝色象征海洋和希望 也代表着狮子山的天然两岗 自由城岗 对世界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该国旗启用于1961年4月27日 即狮子山独立当日 这面国旗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这棵巨大的木棉树 位于自由城的市中心 有30多米高 大约有500岁了 1792年一群前非裔美国奴隶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为英国而战而获得自由 他们重回非洲 上岸时 探到海湾正上方的一棵巨树 在那里举行感恩仪式 以大群人围在树旁祈祷 唱赞美诗 感谢上帝拯救他们到一片自由之地 他们开始作为自由人的新生活 新居民把那棵木棉树式为自由和希望的象征 直到在今天 他们后代每年在木棉树下祈祷和祭祀 祈求和平与繁荣 百年木棉树诠释了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 面额20例昂 是这个版本新增的面额 正面图案是 狮子山人民党的教育家 妇女倡导者和政治家 康斯坦斯卡明斯·约翰·Constans Cummings John 国徽 背面图案是 一群进行性别父权教育的学生 康斯坦斯卡明斯·约翰·Constans Cummings John 是非洲第一位加入市议会的女性 并于1966年成为第一位担任自由城市长的女性 这套纸币的防卫特征 1.凸齐的油墨 在钞票的几个地方使用凹板印刷 用手触摸 可感觉突出手感 2.正反对应技术 对着光 可看到正反对应 形成完整面额数字 3.浮水印 光线下 可看到狮子的浮水印图像和面额数字 4.防卫线 对着光 可看到完整直线 5.防卫线 倾斜钞票时 可看到线的部分颜色产生变化 6.薄金属全息防卫条 倾斜钞票可以看到具有彩虹般的色彩和动人的图像 以上是针对2022年新版钞票的介绍 如对先前的版本有兴趣 我们在其他影片有介绍 可找来看看 接下来是狮子山共和国历史简介 有兴趣可以继续看下去 谢谢 我们下次见 狮子山共和国 Republic of Sierra Leone 通称狮子山 Sierra Leone 位于西非大西洋岸 北部及东部被几内亚包围 东南与赖比瑞亚接壤 首都自由城 Freetown 人口大约有680万人 国土面积71740平方公里 大约台湾的两倍 Sierra Leone 译词 海国图治 意义为狮山 中国大陆曾在1960-1974年兼英译为塞拉勒窝内 1974年9月1日后改为塞拉利昂 港澳地区亦使用英译名塞拉利昂 台湾则沿袭葡萄牙语的语言 意义为狮子山 1462年葡萄牙探险家首先踏足此地 并将自由城港口周围的山脉命名为Sierra Leone 意思是母狮的山 其后 本地一直都是欧洲奴隶的供应来源地 1787年 在费奴主义者的压力下 于现在首都自由城建市 以公园来准备贩卖往文敦工作的奴隶生活 1808年 狮子山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直到20世纪中期的全球去殖民化运动开始为止 1961年4月27日 狮子山宣告独立 但仍然奉英女皇为国家元首 1971年4月19日 狮子山透过修宪改制为共和国 1978年的新宪法 使狮子山成为一党制国家 直到1991年内战爆发 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民死亡及超过200万人 相当于超过三分之一国民人口 流离失所 这些失去家园的人民变成了邻国的难民 1997年5月25日发生的一次政变中 当时的总统艾哈迈德泰詹卡巴 被军队少校约翰尼保罗科罗马 所取代 但后来卡巴总统再次复职 2007年总统和议会选举 科罗马当选总统 狮子山约有60%的人民信仰伊斯兰教 30%信仰基督教 10%信仰传统宗教或其他宗教 狮子山各宗教兼能够和平共处 位如临近各国般时常出现宗教冲突 拥有相当丰富的矿产 尤其是钻石矿 狮子山的钻石储量约为2300万克拉 其中最有名的一颗钻石 莫过于1972年发现的狮子山之星 呆钻石重量超过968克拉 由时任总统亲自命名 但钻石带来的利润掌握在财团和中间商手中 呆国仍是全球最贫穷国家之一 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皆在全球倒数十名内 在1990年代 钻石使狮子山共和国内战家具 叛军逼迫平民开采钻石 收入用来购买武器 也因此引来血钻石的恶名 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一部战争电影 血钻石 Blood Diamond 由李奥纳多迪卡皮欧 珍妮佛康纳利和吉蒙修斯 领衔主演 电影名称的来源极为血钻 指非法开采并走私的钻石 描述1999年狮子山内战炮火笼罩下的 狮子山钻石非法开采和交易所发生的情节 谢谢观赏 下次再见